高雄七暴事件发生到现在 搜救行动并没有因为时间 或者天后的因素而暂停 而现在各界最关心的 还是失踪的高雄市消防局 主命林基泽 跟一位小队长刘耀文 现在到底人在哪里 现场搜救的情况 立刻透过连线 请公事记者张志雄 来为大家报道 志雄 是的 主播 这高雄市消防局 因为担心气暴的威力 是不是太大 把两位失踪的这个弟兄 是不是给炸到屋顶上 所以在今天 特别协调空警总队直升机 连着这可能的一个动线 来做一个搜寻 不过在今天的了解 这个直升机的搜寻过程当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一个中心 我们来听看消防局的说法 那一直到从昨天一直到搜寻到今天 也都没有结果 那是不是有被炸到 那个凯旋路那一排建筑物的屋顶上 所以说就请空警总队来做一个协助 另外在今天接连发现两具遗体 是在这一个三多路上 所以这个军方在刚才 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也将生命探测仪的一个部队 往三多路来移动 这也代表将会把这生命探测仪的 一个比例在这边来集中 希望能够就有一些好消息 军方也表示 今夜还是测夜未免二十四小时 全力搜寻把握最后的黄金七十二小时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最新状况 将时间交换给旁边主播